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些名詞 第一個叫做連續周期波 你手拿這個繩子抖一下就會產生一個波 抖兩下就會產生兩個波 你一直抖就會有一直的波出去 這樣叫做連續周期波 我們國中教你的時候都是用連續周期波教你 如果你只抖一個 只有一個波叫做脈衝波 我們國中基本上不管脈衝波 我們叫的都是連續周期波 一抖一抖一抖 有不斷不斷的波 然後臨時 第一個波緣 就是那個你手抖的地方 波動開始的地方叫做波緣 他說波緣 第二個叫波崩最高點 抖動的最高點叫做波崩 波緣 抖動的那個繩子的最低點叫做波緣 就是在古時候 有水波潮實驗的時候 有所謂的亮紋跟暗紋 亮紋就是波崩 暗紋就是波緣 然後亮紋可以帶到我們後面要教的波長 波現在已經沒有水波潮實驗了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水波潮實驗了 OK 然後波長 波長講法上是從這個波崩到下個波崩 或者是從這個波骨到下個波骨 所以圖形上面給你畫兩個 一個是波崩到波崩 一個是波骨到波骨 其實不見得要波崩到波崩 波骨到波 然後相對位置一樣就好 相對位置一樣就可以了 那麼這樣的一個波長的波 就稱之為所謂的全波 這樣會有一個全波 我們的波長代號叫做這個 Lamda 希臘字念作Lamda 你要念作入不會沒有意見 你要寫成入不會沒有意見 反正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告訴我說我叫你念入就好 可憐的亂法 另外一個重要的名詞叫政府 政府是從平和位置 或者說我們用國中點到中間的位置 到最高點或者最低點 所以看一下圖 右手邊的雙箭頭叫政府 請注意它不是從波崩到波骨 不是從最高點到最低點 是從最高點到平和位置 或者平和位置到最低點 這樣叫做政府 重點 政府的大小跟能量有關係 政府越大就代表它的能量會越大 現在事情就是在未來 月陰山要素的時候 會跟所謂的想復者相關係 會跟想復者相關係 好 那知道一下 政府的大小是跟能量有關 政府越大就代表能量是越大 能量會越大 重點 周期跟頻率 周期就是震動一次 可是產生一個全波 所需要的時間 稱之為所謂的周期 我們國中用的代號訊息 高中會用別的就不要理他 頭上代號訊息就是時間 一秒鐘產生一個波 還是一個波需要兩秒鐘 一個波需要兩秒鐘 周期就是兩秒 這個意思 另外叫頻率 頻率就是一秒鐘有幾個波 一秒鐘有幾個波 一秒鐘有十個波、二十個波 加到頻率 不怕就是這個f、小f 好了 重點 一個是一秒鐘有幾個波 一個是一個波會有幾秒 所以它兩個有一個親密關係 什麼關係啊 是嗎 這兩個什麼關係 互為倒數 一個是一秒幾個波 一個是一個波有幾秒 這叫互為倒數相乘等於一 這是一個重點 也就是以後考試題目 題目如果有告訴我頻率是十二 周期就是十分之一秒 有告訴我周期是兩秒 就考試頻率是二分之一 所以告訴我周期就是告訴我頻率 告訴我頻率就是告訴我周期 OK 然後呢 就是我叫你記住的重點 當初八年級上課 我們做很多題目的時候 你就發現 這件事情可以幫助你解決很多題目 振動一次 歷史一個周期 產生一個全波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正 記住 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歷史一個周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正 然後用這樣的觀念 你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 原來A圖長這樣 B圖長這樣 但是問你說 他頻率多少 周期多少 然後他就問這個解決了 這個解決了 進入這個 我跟你講的重要觀念 也就是 這個波速有著偉大的公式 這個公式很簡單很容易 因為你們以前就曉得了什麼叫做速度 什麼叫做速度 速度呢就是 什麼叫做速度 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 他為什麼不讓我寫字 他為什麼不讓我寫字 速度呢就是花多少時間 走多長的距離 分母式 時間上面的距離 剛剛跟你講過一個週期會走一個波長 所以 所以他就是T分之爛檔 一個週期走一個波長 然後會不會變成F層爛檔 因為週期跟頻率 互為倒數 就會變成F層爛檔 這些都是很正常 很容易就會記住了 所以波數的公式就是T分之爛檔 或F乘以爛檔 公式記好 以後就可以算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叫做波數值跟介值的種類及狀態 有關 跟波元的頻率及正乎 無關 好 有一個水波 點兩下 波數每秒 5公分 很快的點10下 波數還是每秒 我們一樣 輕輕的點 用力的點 波數也都是一樣 所以呢 波數值跟介值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元的頻率跟正乎關 種類 就是你是繩子啦 還是水啦 還是空氣啦 狀態 你是熱風氣還是冷風氣 輕彈簧還是重彈簧 緊彈簧還是重彈簧 是深水還是潛水 你們之前的學長不知道莫名其妙 父親考的時候考了好幾遍 那個深水傳播比較快 潛水傳播比較慢 可是在理論上 國中是沒有膠的 國中膠的是那個空氣 熱風氣傳播比較快 冷風氣傳播比較慢 這件事要知道 這叫做波數值跟介值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好 公式背起來 波數值跟介值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背起來 了解一下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做波長 重點 週期跟頻率互為 島數相乘等於1 把這件事情記住就可以了